各位观众的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12日 星期六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达美航空将于2025年6月恢复洛杉矶上海直飞航班 达美航空网络规划高级副总裁乔埃斯波西托表示 作为洛杉矶国际机场的全球领先航空公司 达美航空始终致力于为洛杉矶乘客提供前往全球目的地的无缝衔接 随着洛杉矶到上海航线的恢复 达美航空将每周运营17趟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航班 其中包括从底特律和西雅图出发的现有航线 目前预计使用A359执行每周三班航线 社会保障署 萨州司宣布 2025年超过7250万社安金受益人的福利将增加2.5% 这是自2021年以来最低的年度生活成本调涨 COLA 根据该机构的说法 随着这一变化 从明年1月份开始 社安金福利平均每月将增加约50元 社会保障署每年秋季都会根据城市工薪阶层和文职人员的消费价格指数 CPIW公布年度COLA CPIW追踪的是第三季度或7月至9月期间 这部分员工消费的平均价格变化 2025年的COLA是自2021年以来最低的年度增幅 当时受益人的福利增加了1.3% 近年来 为了应对创纪录的高通胀 COLA的涨幅不断扩大 2024年的涨幅为3.2% 2023为8.7% 这是40年来最高增幅 而2022年社安金受益人的福利增加了5.9% 现在 随着抗击通胀的斗争出现进展 COLA也更接近于疫情前的水平 根据五党派老年人组织老年人联盟的数据 过去20年 涉安金的年平均增幅约为2.6% 尽管通胀水平已从疫情时期的高点回落 但一些为老年人争取权益的人士表示 涉安金的年度调涨未能满足老年人的财务需求 他们说 这是因为CPIW追踪的是工人的支出 因此无法准确追踪退休人员较高的医疗成本 而这已经削弱了老年人的购买力 TD银行因为能有效监控客户账户中的可疑资金流动 而被控刑事洗钱 周四 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 TD银行同意支付30亿元的罚款及其他罚金 据货币监理署OCC周四透露 TD银行将因这一和解协议面临增长限制 并将在三年内接受监察员的监督 确保其反洗钱措施的落实 司法部长加兰德表示 TD银行承认在过去六年中 未能监控高达18.3万亿元的客户资金流动 导致三个犯罪集团通过他们在TD银行的账户 转移了超过6.7亿元的非法资金 加兰德指出 该行高层管理人员 包括前首席反洗钱官在内 知晓其反洗钱机制存在严重漏洞 但并未采取有效措施纠正 今年5月 华尔街日报曾披露 司法部正调查TD银行与外国犯罪集团及毒贩的资金流动 指出该行可能被用于洗白在美销售阿片类药物芬泰尼的资金 联储委员会周四也对TD银行处以1.24亿元的罚款 原因是该行在美国的零售银行业务中 存在严重的风险管理和监督失职 导致数亿美元的非法收益被洗白 对此 来自麻州的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沃伦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大银行将政府罚款视为运营成本 他认为此次和解让那些应对此负责的高管逃脱了法律责任 并呼吁监管机构进一步加强反洗钱法的执行力度 TD银行股价在周四五盘交易中下跌于3% 目前 该银行尚未对此发表评论 此外 9月 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已责令TD银行支付2800万元罚款 因其多次向监管机构提供错误客户信息 并在明知错误后延迟一年多才做出纠正 周四晚 一场严重的地磁暴给美国许多地区带来了壮观的极光 今晚 包括纽约市在内的许多地区仍有机会观赏夜空中绚烂的色彩 极光通常在地球的极地地区更容易看到 但由于太阳活动加剧 许多低纬度地区居民也可以用肉眼看到这一天文奇景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日前发布了严重的磁暴警报 并指太阳日免物质抛射引起的地磁暴 有可能达到五级及最高级别 据报道 从波士顿到纽约 华盛顿特区 甚至远至东南部都出现了五彩缤纷的极光 当地时间 周五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 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日本原子弹性存者活动团体 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日本被团协 以表彰该组织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所做的努力 日本被团协成立于1956年8月10日 成立宗旨为防止核战爆发 主张日本政府酿成核爆死伤 除了争取东京当局国家赔偿 也致力于国际核武裁军运动 2024年是广岛和长期核爆炸80周年 诺奖颁奖委员会对此说明称 将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日本被团协的决定 牢牢植根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中 此举实现了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表彰 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努力的愿望 该委员会表示虽然近80年来没有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令人鼓舞 但令人担忧的是 今天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禁忌正面临压力 诺贝尔和平奖此前也关注过核武器问题 于2017年将和平奖授予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 国会预算官布今天发布了联邦探税 对加拿大家庭经济影响的更新报告后 自由党和保守党都宣称自己胜了 此前在2022年和2023年发布的报告结果有误 错误地将工业探定价系统包含在内 但新报告的结论与以往的分析类似 根据最新报告 在实施联邦探税的大多数省份魁北克和卑诗省除外 家庭从加拿大探税退款中获得的金额 将超过他们为燃油税和相关商品及服务税GST支付的费用 报告指出 总体而言 更新估计显示 相比2023年3月的分析 平均家庭净收益更大 净成本更低 但在考虑经济影响时 例如因燃油税导致的就业损失 平均家庭从探税退款中获得的金额 将少于他们支付的探税 报告称 新的估计继续表明 当同时考虑联邦燃油税的财政和经济影响时 大多数家庭将面临净成本 与以往的报告一样 新的分析为考虑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 川普周三提议对居住在海外的美国公民 给予一项关键的税收减免 这是这位前总统为赢得经常被忽视的选民群体支持 而做出的最新尝试 川普在倡导组织海外共和党发布的一段视频声明中 做出了这一承诺 他说道 我将一劳永逸地结束对我们海外公民的双重征税 你们想要这个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没有人听你们的 这是你们应得的 我会实现的 这是川普针对特定选民群体提出的一系列减税措施中的最新一项 他此前提议免除小费税 加班费税以及社会保障福利税 此前的三项提议主要针对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选民 但川普税收计划的主要内容恢复2017年税收改革 并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1%降至15% 仍然倾向于企业和最富有的美国人 最新提议涉及美国的一项已有160年历史的不寻常制度 及对其公民的总收入征税 无论这些收入来自哪里 也无论这些公民住在哪里 这使得美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实行这种规则的国家 这项政策可以追溯到1864年 当时的联邦政府为资助内战而设立了所得税 川普在视频声明中说 你们必须确保已经注册并会去投票 因为我会很好地照顾你们 他的竞选团队没有提供如何实现减税的细节 然而在川普试图吸引海外选民投票的同时 来自宾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近日提起联邦诉讼 要求对居住在海外的美国公民的投票进行更严格的审查 这些议员在本周提起的诉讼中称 由于宾州的地方选举官员不需要核实在海外登记的选民的身份或资格 这些选票很容易被欺诈 根据联邦投票援助计划的最新数据 2022年约有440万美国公民居住在国外 其中约有280万人年满18岁 有资格在其原籍州投票